将近6万多公斤的白米 一包包摆放在一楼中庭 中和区公所送爱心 照顾辖内低收入户和弱势家庭 只要拿着印章通知单和证明文件 每户就可以拿到10公斤的白米 中和区长客厅中也化身志工 主动服务民众 希望家家户户都能感受温暖 过个好年 农历春节的到来 我们为了照顾我们辖内 有9000多户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还有一些弱势家庭 我们办理了这个爱心白米发放 这是我们一年三节都会办理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我们特别在这一季 是向农粮署调集了62400多公斤 那发放给我们需要的 我们的区内的一些需求的人 那每一户符合规定的 我们是给予10公斤 从今天开始1月11号开始 一直到15号 我们每天从上午到下午 大概5点为止 我们会在我们公所的中庭来发放 年年爱心大集合 用实际行动来关怀需要帮助的人 从今日起到1月15号 符合资格的民众 记得前往零去 这次也特别配合中科卫生所 在1月13号和15号办理免费胸部X光检查 大家一起健康宽度佳节 我们在新闻陈嘉宾中和报道